在關心棒球消息 統一師隊的幾名先發投手 因為確診的關係 所以提前開箱了 今年選秀選進來的 前女美投手宋文華 而宋文華苦惟六年 再度回到台灣投球 首先他是給自己的初登板 打了五十分 接著被問到 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 他是說 中植特別的應援文化 沒有想到加油聲會這麼大聲 有點不太習慣 中植三十三年下半季 各隊都在考慰季後才習次 不過統一師被疫情籠罩 胡志偉 姚潔鴻相繼確診 投手先發輪值短缺 所以教練團拉上今年選秀 第四指名的前女美好手 宋文華單高先發 宋文華高中就備受矚目 2016年跟聖地牙哥教師隊簽約 最高層級又上到小聯盟3A 今年回台灣後 在九月二十號 就迎來中植初登板 豬頭三局用六十顆球 被敲兩隻安打沒有十分 但宋文華只給自己的初登板 打上五十分 可能是我自己一方面緊張 一方面可能還在適應 就是比賽的那種節奏 跟那種比賽的那種興奮的感覺 所以一開始 就是這三局我用的球數 都比較多一點 然後所以才會覺得說 跟我一開始設定的目標 就是沒有達成 很久沒有回來台灣投球 又因為年紀輕輕就飛去美國 中華之棒特有的應援文化 他從來沒有體驗過 宋文華說還真的不太習慣 我聽別人講說會很大聲 但我因為沒有自己站上去去體驗過 所以不覺得說會有影響 但是那一天站上去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蠻大聲的 主場應援超大聲 宋文華坦言比賽一開始 專注度被影響 但他面對目前戰績 最好的樂天桃園 好幾次十分危機都成功化解 總照亮林月平給予大大的肯定 接下來會讓他回到 中繼投手的角色 持續調整修正 我也覺得先發其實還蠻好玩的 但是中繼也有那種刺激的感覺 因為比在後段 就是不能再隨便掉分 宋文華熱愛自己的投球任務 無論是先發還是中繼 對他來說 可以幫助球隊最重要 華之新聞陳藝瑋 林辰沛 新聞報導 詞曲 李宗盛